由杨子和范晨晨主演的电视剧《要久久爱杀青》之后,物料可以说是非常丰富。 不仅各位主演都纷纷晒出多张照片,官方更是放出了各种杀青图。 其中杨子和范晨晨的合照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第一组是剧中男三分享并拍摄的照片。 照片中杨子和范晨晨两人并肩作力,一张是杨子靠在范晨晨的肩膀上。 两人表情严肃,充满了故事感。 第二张是两人一起坐着,一个人看向远方,一个人看向天空,配上远方绚丽的天空背景色,充满了故事感。 不少人表示这组照片做海报也是可以的,风味感实在是太强了。 还有一组是范晨晨晨晒出的以杨子的合照。 照片中杨子和范晨晨两人相对而立。 范晨晨一只手放置在杨子的下巴出抬起。 杨子也跟着抬起头,与对面的范晨晨深情对视。 两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,分外甜蜜。 而在大合照中杨子和范晨晨两人也是分外亲密。 首先是一张所有人的大合照。 杨子和范晨晨两人上两个高难度比心方式。 只见范晨晨一只手绕过杨子的肩膀,单手比出半心。 杨子则是抬起另一边的手与其拼成了一个爱心。 而另一张合照中,大家都用一只手比出同一个手势。 而范晨晨的另一只手却放置在了杨子的肩膀处。 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真的非常的好。 而除了两人亲密合照姿势之外, 大家对于这两组照片中杨子的状态也很关注。 虽然整个人看起来状态还不错, 但很多人表示看起来不像杨子了, 仿佛换了一张脸的感觉。 不过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照片带有滤镜或者是角度的问题, 毕竟之前的照片杨子的脸看起来还是正常的。 除了两人的合照之外, 在杀青照中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此前网传会参演该剧的孙燕姿 真的出现在了大合照中。 只见孙燕姿手粉鲜花站在阵中间, 整个人笑容满面,状态很不错。 据悉孙燕姿将会在剧中本色出演并唱歌, 甚至有望为该剧现场也是让大家颇为期待的, 可以说是一大亮点。